中和区公所每年的春秋两季 在中和纳谷堂举办追思祈福法会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关系 为了避免群聚去年春季停办 今年还是以防疫为重 连续两年停办了春季法会 那因为法会期间呢 我们这个人潮 祭拜的人潮非常的众多 那为了避免这个群聚 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所以我们今年的110年的 中和区的春季的纳谷堂的春季法会 是停办那也不提供接驳车 春季法会因为疫情取消办理 纳谷堂是否开放让民众追思亲人 区公所表示 纳谷堂的开放时间为周一是公休日 周二到周日开放 请注意时间以免扑空 并且提醒进入纳谷堂 必须戴口罩做好防疫措施 我们的法会是停办的 但是我们纳谷堂每周二到周日 一周只有周休礼拜一是不服务 那其他的时间我们都是正常开放的 春季法会取消民众人可到纳谷堂追思 若要避免群聚风险 公所建议透过新北市政府电子追思网站 用线上追思记住的方式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 以及怀念展现心意不识诚意 记者简明山综合报道